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个正德比较难 第一个能走出来 你们看到榜样就好学了 就觉得是这样的 就有希望了 就像我把这个产品做出来了 我不断的说 你永远没看到这个杯子 知道吧 我现在是要把这个都做出来 放在你面前 让你自己看 然后你就会去照着做一个 但是我永远给你介绍 介绍来介绍去 永远不做出这个杯子来 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 哎呀就是说啥 我说的是有这样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呢 不管是它是道教的出阳神去修 还是出化神去修 佛学它把它叫做出一生生 拿一生生修 但是讲得很浅 就基本上没讲 然后就一干的把这些辅定了 就是根本这一块 你们是看不到 连理论都看不到的 就怎么样他出去修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一刻呢 就算是出神去修 都有很多层次和等级的 你不能因为你修的低 就去辅定人家那个高的 就是很多等级不一样的 就同样出的神都不一样的 是不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第一是做不到 第二做到的人很少 第二呢高的人少 低的人多 然后就弄成了就是神神叨叨了 然后就一概批了 就全部修定了 但是是有一些方法的 可以这样走的 但只是很多人不从这里 这条路上走这条路就修定了 也是幻境 但只不过是在另一个幻境了 我们在三维幻境 他在十维幻境修了 他成就大嘛 就快嘛 对他快 他光化他有神通嘛 他快嘛 他有光化神修嘛 但是他必须这个人有能力 把他在光化境界里 学到的东西 证得的东西 然后视线在三维 而且以三维人力的角度视线 这个比较难 其实这个邪结是最困难 因为那个东西要回到三维 三维里面这个肉体 这个肉体要视线出来 这个肉体是有障碍的 就是有局限性的 他这个 这就像你多为止回来 就像一个飞碟 要给一个拖拉机夹击 就是要把它 好困难 就把这个飞碟的那个 就是那个机芯 要放在这个拖拉机里面 然后拖拉机要跑得飞快 然后拖拉机跑得飞快的话 那个铁皮就散加了 他承受不了这个 我是这样子举个例子 就是有点这种状态 如果正量上 如果嫁接的话 你肉体承受不起的 就是 除非你在这一块 这个肉体上 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 然后才能 才能在某一个维度 才能起作用 有很需要很多助援的 如果你的肉体达不到 你也接受不到那么高级的能量 如果你真的接受到了 你崩溃了 又完了 因为神经是崩裂的 你根本承受不起 但是如果生物呢 就是师父的观点 或者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它是一种生物厂 它是相应的 但是你说的那宇宙里边的电能啊 或者那些 一个霹雳下来 你能承受得住 你不接住它 里边有信心的 你接受的永远是跟你相应的东西 跟你有缘的东西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